由于物价飞涨 前不久洛杉矶多家酒店员工实行大罢工 要求酒店提高工人待遇 然而至今三个月过去了 酒店方面仍然不肯做出让步 但是酒店却可以照常经营 工会调查发现 原来酒店早就另外请了非法移民 取代原来的工人 并且所给的工资更低 并且非法移民源源不断抵达洛杉矶 酒店根本不愁招不到搞卫生的员工 代表洛杉矶酒店罢工工人的 Unite Here Local 11公会都猛了 他们表示 住在贫民窟的新抵达的寻求庇护者 已被雇用在该市的酒店担任清洁工 他们甚至还将此事 投诉到了洛杉矶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自今年7月以来 超过1万5千名洛杉矶酒店员工 持续进行间歇性罢工 影响了南加州约50家酒店 工人们要求更高的工资 更好的福利和工作条件 闹罢工 工作早已被非法移民取代 但是酒店至今没有接受工会的要求 员工罢工似乎对酒店的经营 没有任何影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类似酒店保洁员之类的工作 根本不愁招不到人 最近抵达洛杉矶的移民 则是这些行业强大的后盾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来自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 寻求庇护者承认 他们最近在为酒店工作 然而 这些走线进入美国的人 在拿到公卡之前 是不能合法工作的 没想到 拜登在上个月大笔一挥 直接给50万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 发放工作许可 结果委内瑞拉人就申请到公卡 可以合法工作了 Unite Here Local 11公会还投诉说 酒店涉嫌雇佣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工作 接到指控后 洛杉矶地方检察官已对洛杉矶酒店的劳工行为展开调查 地方检察官乔治 加斯康周一表示 他对潜在的工资盗窃和违反同工法的行为感到担忧 据报道 酒店雇佣的一些移民只有十几岁 洛杉矶时报采访了一名17岁的高中学生 他承认自己缺客两天 去打扫洛杉矶国际机场假日酒店的房间 因为他的妈妈也在那里工作作为管家 据称 涉嫌雇佣移民的酒店 包括喜来登四点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圣莫尼卡德尔菲娜艾美酒店 Lumaradian Delphina 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假日酒店 Holiday in LAX 实薪19美元 有人嫌累 有人很满足 该名少年说 一家名为 RI Staffing Services Inc 的机构通过Sail向他们支付工资 据了解 这些移民的工资大概是19美元小时 有人觉得工作时间太长 尤其是中午退房高峰 被迫连续不间断的工作 也有人表示 能拿到19美元小时的工资已经很满足 然而 公会要抓狂了 包括检察官乔治 加斯康 他们谴责这是奴隶劳动 如果有违法行为 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我们希望确保我们的社区明白 不会容忍对难民的剥削 加斯康周一表示 给我们的社区 感谢观看